放蔥粒和红椒粒 很香 真香 关火 酱炖大虾就完成了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沙啤酱光烧海虾仁 今天这些是冰烧海虾 美食的配料比较简单 这里有点红椒粒和葱花 这些是红葱头和蒜子 有点姜 这些就是沙啤酱 放入配料 先处理虾 先洗一洗 沖一下就可以了 直接完整虾头剪下来 去做一个厚子 把尾巴拿去 数量的虾 完成了 裂成虾 先处理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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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蝦袋放在蝦窗上 撕掉后在虾窗底下 它凸起身 放箭图进去挑起 手定一顶 插进去 往上一挑 它的虾胃就出来了 但是虾胃比较干净 有很多人认为虾头中间的袋是虾胃 其实这袋不是的 虾膏、虾肝脏 这些是可以吃的 是金香的 不要浪费它 你买的大龙虾也是 虾头一大袋 红红色的 其实是很金香的 所以我们今天保留它 挑走的虾胃就行了 把虾胎剥掉 虾胎又不能吃 虾胎我们大汁拿着 整汁拿得少 它会断 虾头拿着虾头和虾胎 一下分开 这个就虾胎出来了 剥掉虾胎之后 最好就剪一下虾胎底下 剪一下 它会连接着 剪一下 它会更干净 其实处理虾头 最好在冰硬硬的 处理 它就没那么软 整片就没那么好 就是这样处理虾头 这些还没用到 把虾胎 因为虾胎还没拿出来 为什么 不挑它呢 因为我都要开了它 把虾胎拿出来 清洗一下 把虾清洗干净 看看虾胎清洗干净 这些虾胎很大水分 一定要清洗干净 水分很大 我们扣一扣 清洗干净 好 倒入一个干净的器皿 我们用少许的盐 就沾这么多盐 就可以了 就是说很少就可以了 放少许的蛋液 大概是三分一 不用很多 好 放少许的生粉 拌一拌 好 就这样握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姜葱蒜 正式 把葱全部都切幼 切到碎 尽量切碎些 把姜切成末 切到碎一碎 蒜头就是这样 我们刀具 好 装好 好 烧热 锅 放些油 放些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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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小火头 放些小火头 不要太满 虾头 放些红色的虾胳 放到虾头里的虾头 可能是金的 好像我现在这样做 可以试试一下 这是金香的 很棒 这是精华 炒香的 再加少许小火 放去 煮到有汁 现在煮汤汁 大约4汤匙的水 转转 加入麻油 让它更香 继续烧热 锅热放入 虾 有力度的,不要小到没有腥 有力度的煎虾 放入中火煎 煎了分几钟 有点黄色 就可以翻了 翻过来 没翻到就翻正 就算上去也没动 只要煎到位置 新手掌握时间和翻炸 全程煎了2分半钟 擦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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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底 擦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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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д了 擦下底 擦下底 先擦下底 製下前,擦下底 擦下底 擦下底 擦下ução 擦下底 炒好大火,放入湯汁 倒入海虾 炒好大火 不要太猛火 中小火也行 大約20-30秒 放蔥粒和胡椒粒 炒好香 炒大虾就完成了 放少許葱花 醬汁的味道 嗯 超棒 我夾的是蝦頭 蝦碎,很好味 又不咸,味道剛剛好 今天的沙爹醬 炆海虾仁就完成了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嘗嘗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點個讚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